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今天盘后Netflix猜爆了 财报刚出炉,Netflix就暴涨了8%到470%多块 但随后又回落了 在微红跟微绿之间的摩擦摩擦 那所以这个财报什么意思呢? 诶,有那么点意思啊 那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学习如何看财报和需要注意些什么 最后我还会给出我的个人想法关于是否要买入Netflix 当然了,大家还是得独立思考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以上呢,我们肯定要看几个很重要的数字 第一个呢,就是revenue 也就是他们2020第一季度的收入 是57.7亿美金 是超过了华尔街的57.4亿美金的预期 是刚刚好超过的 其实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刚刚超过的数字 一般都是管理层的使劲挤出来的 因为刚好超过预期的企业的数量 和刚好低于预期的企业的数量 是天差地别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好消息 所以我们给他加一分 第二个呢,就是earnings per share 也就是每股收益 其实呢,他们的EPS是低于预期的 他们第一季度的EPS是1块5毛7 也就是710900万的利润 但是华尔街的预期呢,是1块6毛4 而他们给出的预期呢,则是1块6毛6 所以他们连自己的预期都没有超过的 所以就凭收入跟EPS 其实是个好坏混合的财报 再说到为什么他们EPS没有超过预期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干出财报的那一刻暴涨 其实就是他们的全球付费用户量 他们全球付费的用户量增加了1577万 是超过了华尔街847万的预期啊 哇,这个数字是真的不是超过一点点了 而是接近一倍啊 这个数字啊,加进他们的总共用户量呢 达到了1亿8290万 跟同一季度的一年前比呢 增加了22.8个百分比啊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股票马上暴涨 因为刚出财报 我们明显能看到啊 各行各业的媒体的头条啊 都是这个全球的付费的用户量 但是啊,时间久了 市场慢慢的开始深入研究财报 发现,诶,其实EPS是miss的 也就是没超过预期啊 所以严格点来说呢 这个财报是混合型的 有好有坏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一直微红微粒的纠结啊 所以啊,这个Netflix没守住这个暴涨啊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财报之前啊 大家其实都知道 最近大家只能在家里看上小影片啊 看看小电影啊,娱乐 所以啊,股价才一直飙 一直往上涨 换句话,市场其实已经对这一次财报呢 有一个很好的预期 所以这个财报大多数的利好啊 其实已经被市场提前反映了 也就是英文你们经常听到的priced in 所以啊,为什么EPS低于预期的同时啊 收入却超过预期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呢 是来自于Netflix近年来一直在加大拍影片的投资 而未来拍影片的预算呢 会继续增加的 因为迪士尼啊 苹果的加入啊 Netflix不得不为自己的影片啊 投放更多的资金 也就是为什么各位发现啊 Netflix其实是慢慢在转行的 为了在适应这个市场而改变 不过客观点啊 Netflix的确有一个潜在的隐患 就是其实它的美国本土用户啊 在之前的每一季度啊 是慢慢的在下降的 虽然我们能看到啊 第一季度的财报啊 和用户量呢 非常大面积的增加 但是这是因为最近大家没办法出门了 所以如果未来经济复苏了 大家都能正常工作和误坏活动的时候 Netflix能否还能保住本地用户量呢 但好消息啊 肯定就是他们的国际用户 其实在过去也是一直在增加的 只是在慢慢失去美国的本土市场 而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所以Netflix的财报呢 是很难反映未来的趋势 不过短期时间里呢 Netflix作为一个影片平台啊 对他们的收入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他们用户最近的增加啊 跟收入增加 是对他们股价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那视频重点来了 就是我是否会买入Netflix 那答案是我个人觉得不太会啊 暂时不会 因为如果大家没在年初前就买入的话 那现在价格 其实性价比不是很高了 因为有更多更便宜 未来更有前途的公司还是很多 除非你短期啊 不然啊 现在啊 或许别的股票呢 会更有味道一些 那不过呢 老探也有OG IG 所以也是接触到了一点点的Netflix 好 Netflix的分析视频呢 就到这了 那喜欢这些视频呢 请点一下订阅 点个赞 分享 以后我会特意再做一期 更详细的Netflix视频给大家 那如果你顺手不小心啊 不小心点到了小铃铛 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因为这样的话以后视频呢 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